2004年综艺节目康熙来了横空出世 节目通过访谈的形式让人了解艺人不为人知的一面 作为主持人的小S凭借自身 活泼风趣且大胆的风格迅速成为热点艺人一炮而红 节目中的小S大胆幽默 但现实中的她却懦弱自卑 未婚先孕嫁入豪门 混偶的她忍气吞声 无论遭遇豪门丈夫的出轨 还是受到对方语言与身体上的粗暴对待 小S都选择忍气吞声 这与两度闪婚敢爱敢恨的姐姐大S不同 外表看似泼辣 大胆的小S却始终坚持婚姻17年 这样自相矛盾的小S实在令人费解 为何同一个妈生的两姐妹 对待婚姻的态度却这么不同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综艺女王小S的别样人生 小S1978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的富人家庭 祖籍是山东坛城 父亲徐坚经营着一家银楼 做生意的人都比较传统 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 徐坚这一辈共有八个孩子 只有自己是男丁 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便是有一个儿子 能继承自己的家业 在小S出生前 徐妈妈已经生了两个女儿 大女儿名叫徐希贤 性格腼腆文静 二女儿名叫徐希元 也就是大S 性格强势独立 若说两个姐姐出生时 父亲徐坚还能勉强扮演好父亲的角色 而三女儿小S的出生就让她大失所望 就连徐妈妈也在护士被小S抱过去的时候 痛苦地说到 把她抱走 我暂时不想看到她 只因小S不是男孩 家里的长辈对她很不待见 小S的名字是事先就取好的 因为徐爸爸想要儿子 所以为小S取名徐希弟 小明婷婷 云意招来弟弟不生妹妹 所以小S从一出生就不受欢迎 因此性格上也变得自卑 从那以后 家里也很长时间没能在天弟弟 这让徐爸爸很失望 他把没有儿子的过错 全部归到妻子的身上 每天在外面花天酒地沾花惹草 回家后就对徐妈妈言辞粗鄙 动手动脚 小S看着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却没有勇气出面制止父亲 她将一切过错归到自己身上 有时候甚至还感谢母亲为自己承受了一切 此后遭到粗暴对待的徐妈妈决定反抗 她独自带着三个女儿离开徐家 为了养活三个孩子 她整日起早贪黑 生活虽然没有过去富裕 但起码活得幸福 若说小S童年时期最幸福的时刻 莫过于和姐姐在一起 大姐性格内向安静 经常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二姐活泼好动 经常带着她一起嬉戏打闹 两人年龄相仿 其实亲姐妹也是好朋友 所以当大S为了分担母亲的重担 决定当艺人的时候 小S义无反顾地选择跟随姐姐的脚步 踏上了考艺校的道路 1994年 小S紧跟大S的脚步考入台湾 华刚艺校就读 在学术期间 小S便和姐姐一同出版了唱片 占领年轻 由于两人长相出众 多才多艺 被唱片公司挖掘 打造成偶像组合 SOS 两人先后发行 姐妹情深 贝壳 变态少女等唱片 但始终不温不火 直到1996年 姐妹两人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 小S在姐姐的帮助下 参加了 我猜我猜 我猜猜猜节目 在节目中 小S给吴宗宪当小跟班 令人想不到的是 在节目里小S 一改生活中 自卑的形象 带着牙套 讲起话来 伶牙俐齿 古灵精怪 风趣幽默的主持方式 在节目播出后 迅速获得大家的关注 她也因这档节目 变得小有名气 事业上有了起色 爱情也如约而至 因主持节目 小S认识了主持界的 有名的前辈 黄子角 黄子角 长得不高 却极具才华和个人魅力 小S对她一见倾心 两人也迅速坠入爱河 有了爱情的滋润 小S的事业 也是越来越好 1998年 她挑大梁 担任娱乐百分百的 主要主持人 不同于以前 通过装扮搞笑 获得大家的关注 她开始把精力 放到主持的细节和技巧上 经过不断的努力和探索 小S演变成一个 言语犀利 放松大胆的主持人 然而就在她 在事业上大放异彩的同时 她的爱情却亮起了红灯 男友黄子角 与曾志伟的女儿曾宝仪 传出了绯闻 得知这一消息的小S 生气地去找男友质问 自知李亏的黄子角 立马道歉 并果断选择分手 一听男友要分手 小S便立马低头服软 还卑微地问她 没有挽回的地步了 是因为她吗 犯错的人要走 受害者却先低头 可想而知 小S在感情方面的卑微 到了2004年 就在小S感情不顺 事业却迎来了高光时刻 她开始与蔡康永 主持综艺节目 康熙来了 小S犀利又搞笑地主持 与蔡康永沉稳 知性地主持 两人一动一静 配合很失默契 节目播出后 迅速占领台湾 综艺节目的收视榜首 小S也凭借该节目 获得金钟奖 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成为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与此同时 大S被柴志平看中 凭借流星花园 山菜一角 红遍全国 两姐妹一起成为 当红姐妹花 在事业扶摇直上时 小S也迎来了感情第二春 2004年 在好朋友吴佩慈的介绍下 小S认识了台湾富二代 徐亚军 徐亚军是台湾有名的富二代 不论是从长相还是身高上 都比她的前男友 要好上很多 初次见面 小S被徐亚军深深地吸引 徐亚军对性感漂亮的小S 也很有好感 呼声好感的两人 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恋人 两人交往了六个月后 小S便有了和男友私定终身的想法 他与男友一起去美国 拜访了男友的父母 并且在回国后不久 查出怀有身孕 未婚先孕这种事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不被别人看好 为了尽快完事情压下去 小S在2005年9月9日 与徐亚军领证结婚 两人一个是台湾知名的主持人 一个是有名的富二代 俊男靓女组合在当时 备受大家关注 很快便收获大家的祝福 婚后两人也的确有过一段 令人羡慕的婚姻 经常有人看到两人携手一同 去游玩广街 两人亲密甜蜜互动 就连丈夫徐亚军对小S 都是赞不绝口 面对采访时 他直言妻子在家中贤惠听话 与综艺节目里的完全不一样 小S短暂地尝到婚姻的甜蜜和幸福 但没想到这份幸福 消失得如此之快 2006年1月16日 小S生下一个女儿 取名徐希文 第一胎是女儿 让小S很焦虑 于是紧接着 她又怀孕 并在2007年又生下一个女儿 接连两胎都是女儿 小S越发觉得 女儿们跟自己的童年一样 于是在生产后很长一段时间 她都很懊恼和焦虑 整日提心吊胆 面对小S的焦虑 作为丈夫的徐亚军 不仅没有安慰她 反而也将 没有生出儿子的过错 怪到她身上 看着因生孩子身材变样 状态大不如前的小S 徐亚军动了歪心思 没多久 徐亚军就被爆出在酒吧夜店 与美女贴身热物 且携手回酒店的新闻 徐亚军出轨的消息一经爆出 很快便引起大家的关注 小S的粉丝 纷纷出来为偶像抱不平 大骂徐亚军 渣男 出轨男 就在大家以为小S会手撕渣男的时候 他却在采访时极力维护丈夫 我老公不喜欢逛夜店 一般他都是去陪朋友 当事人都不计较 媒体也不好再说什么 但小S没想到 自己一次的原谅隐忍 却换来徐亚军的变本加厉 在那之后 徐亚军多次被拍到与女子亲密互动 热吻逛街等照片 小S每次都是全盘否认 还说自己和丈夫生活很恩爱 小S把一切归到自己没有生出儿子的原因 坚信只要生了儿子 情况就会有好转 他开始尝试各种偏方 可依旧无济于事 2012年 小S的三女儿徐希恩出世 接连三个都女儿 令小S在家里越发没有脸面 与丈夫的感情也越来越冷淡 后者则肆无忌惮地行苟且之事 2013年 徐亚军陷入海天圣言事件 还是小S选择原谅 除了忍受丈夫出轨 小S还要忍受婆婆的怒火 为了讨好婆婆 小S几乎卑微到了尘埃里 亲自带着婆婆去高档餐厅吃饭 母亲节 亲手做花束给婆婆做礼物 但不管小S再怎么讨好 并没有换来徐家的宽容以待 2013年8月 小S丈夫投资的胖达人面包店 爆发香精风波 作为面包店形象代言人的小S 在第一时间站出来 真诚地向大众道歉 但就在小S为丈夫收拾烂摊子的时候 徐亚军又在婚后暴露另一恶习 有次小S在主持康熙来了时 有一个不经意的撩发 被细心的观众发现 眼角处有瘀青 结合之前 徐亚军的恶习 大家纷纷猜测 小S遭遇了那种事情 面对这样的传言 小S满口否认到 这是我走路不小心磕到的 这样的解释显得很苍白无力 很快更多事件的细节浮出水面 在节目中他被吴七龙问道 你被打过吗 小S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 扭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也就两次而已 节目过后 大家对他被家暴深信不疑 有次小S喝醉了 在直播时向大家诉苦 一直在哭个不停 被屋里的丈夫大骂 能不能消停会儿 你真恶性 听到丈夫说话的小S 迅速关掉直播 类似这样的直播事故 也不止发生了一次 有次小S和女儿一同直播时 女儿心疼地摸着妈妈的脸问道 这里疼不疼 是不是被爸爸打坏了 由此 即便小S再怎么出面便捷 徐亚军的恶行已被坐实 其实从小S的童年经历 不难看出 他每天在父母的争吵和打骂中长大 从未享受过父亲的爱 或许正因如此 他不愿自己的精力在孩子身上上演 这也是他能容忍丈夫恶行的原因 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 表面上小S泼辣大胆 其实内心却相当自卑 大S表面温婉 内心实则握着一匹猛狼 所以两姐妹在对待婚姻时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大S选择果断放手 再婚寻找幸福 小S却默默忍受 依旧坚守家庭 比起大S的潇洒果断而言 小S的隐忍坚守更像一场苦修 我们甚至能从中看到 一种女性的群像 有多少母亲为了孩子 甘愿受苦忍耐 也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潇洒离去下一个更好 也许更符合大众口味 但小S的坚守同样值得尊敬 工作上她是活辣大胆的综艺女王 生活中她是贤惠秤职的妈妈 无论做什么都无愧于心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每个人对婚姻和爱情的追求不同 姐妹也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 对此娱乐白小生只希望 愿大小S此后都能找到 不被他人定义的自己的幸福 并且今后越来越幸福 最后如果遭到恋人粗暴对待 你会选择果断放手 还是默默忍受 欢迎在评论区亮出你的观点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